我是梁哲宇 現在我要介紹我爸爸的職業 我目前的話在家從事的行業 就是跟爸爸一起工作回收業 因為爸爸年紀76歲了 那這份工作叫他停下來 他不大可能因為他一生都奉獻在這裡 那我另外一個職業 彰化縣福興分隊 義勇消防隊的一個隊員 我滿熱愛我的工作 請問你為什麼要選擇這份職業 這份職業因為爸爸的話從事回收業 然後因為年紀大了就回來幫忙 那你在這個職業中學會了什麼 學會了做環保 環保對我們的大自然 對整個環境都是很好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在這個職業中讓你最感興趣的地方是什麼 最感興趣的到目前的話還沒有想到 請問你一年的薪水有多少 這個的話很難講耶 一年來講的話年次來講應該四五十萬有 那這份工作為什麼會讓你想做呢 這份工作為什麼會讓我想做 這真是個好問題 因為應該是可能本身學歷不高 所以只能夠重置這個行業 那只要我肯努力 一樣可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如果您從來選過 你還會選這個職業嗎 基本上的話 這是屬於服務業 那我會嘗試 但不一定會很長久 我會嘗試看看 我會嘗試看看 你會拿到你 你會啊 我會嘗試看 你會嘗試看 我會嘗試看 你會嘗試看 你會嘗試看